盘点中国女排史上五大世界级天才球员,贴朗头朗平堪称传奇。 中国女排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成为世界女子排盘的超级强队,老女排曾经夺得五连关的辉煌至今都让球迷津津乐道,陈忠和执教的中国女排黄金一代也曾经获得过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冠军, 如今郎岛领衔的中国女排年轻一代,在此获得了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冠军,中国女排到目前为止总共获得国际排联三大赛的九枚金牌,堪称世界女子排盘的长青树。 在这些年的征战过程中,中国女排出现过无数世界级的球星,然而却仅有五位名将是在各自的位置上达到过世界第一高度的。 第一位,老女排的铁郎头郎平,郎平作为运动员时期就是中国女排攻城拔债的最大利器,也是老女排能够夺得五连关的最大功臣,但是作为运动员,郎平只是当年的世界三大主攻手之一,并没有达到在自己本位主攻位置上的世界第一的高度。 然而,作为运动员虽然没能达到世界第一的高度,但是作为教练员,郎平却是当今世界女子排盘的第一人。 郎平带的国家队,包括两次中国女排,一次美国女排,在所参加的奥运会上均进入过决赛。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郎导接手的时候,两队均处于自己的低谷,郎导一上任之后就给两支队伍带去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郎导真的是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在李约周期,接连夺得世锦赛亚军,世界杯冠军,奥运会冠军,彻底奠定了郎平世界第一教练的位置。 第二位,冯坤,冯坤作为中国女排黄金一代的二船兼队长,是黄金一代能够走向巅峰最重要的一员大疆。 冯坤的传球速度变化以及隐蔽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顶级的。 在冯坤的职业生涯中,他的神奇传球屡见不鲜,可以说是几十年难得一遇的二船天才。 在那个时代,冯坤在二船位置上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人。 第三位,赵蕊蕊,赵蕊蕊作为中国女排黄金一代的超级复工,一出道就惊艳众人。 凭借着197厘米的身高,赵蕊蕊在当时的世界女子排盘可谓是鹤立鸡群,再加上赵蕊蕊的灵活性极佳。 这让赵蕊蕊的三号位短平快进攻以及二号位的被飞杯快都是打得十分暴力,再加上极其出色的蓝网,可以说在那个年代,赵蕊蕊蕊的综合实力在复工里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第一人。 第四位,张蕊蕊,作为黄金一代的自由人,张蕊素有不死鸟之称,张蕊的一传非常的稳定,防守卡位也是无人能及,在世界赛场上,张蕊在自由人位置上绝对是最出色的,也是那个时候世界上的第一自由人。 第五位,朱婷,朱婷作为中国女排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自出道以来就寄精四座,在近几年的磨练当中,尤其是奥运会夺冠加上刘洋土耳其的这一段经历,使得朱婷的实力更是上升了好几个档次, 如今的朱婷在进攻、拦网、防守、异传等技术环节上都是世界最顶级的,朱婷是当今世界主攻位置上毫无争议的第一人,也是当今世界女子排盘身下最高的队员。 以上五位中国女排的巨星是仅有的五位达到过各自位置上世界第一高度的,是中国女排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人物。 其中朗岛和朱婷依然奋在第一线,还有机会去争夺更多的荣誉,进一步奠定自己世界第一人的位置。